人如果抑制不喝水 身体会经历怎样的变化 在最初的两个小时里 你的身体并不会出现任何异样 你可能只会感到轻微的口渴 但这种感觉会逐渐加剧 四个小时后 你的嘴唇开始出现干裂的情况 这是因为身体在优先分配水给其他重要补位 六小时后 疲惫感开始袭来 因为人在脱水的状态下 身体不得不消化更多的能量来维持基本功能 八小时后 由于体内缺水严重 你的尿液变得浓黄 并带有一股刺鼻的异味 十二小时后 大脑强行提醒你该喝水了 因为脱水已经影响到了你的激素水平 身体开始进入一种紧急状态 二十小时后 你可能会出现头重脚轻 思维变得迟钝 活动能力也明显下降 工作根本就无法集中注意力 当你二十四小时不喝水 你的大脑会开始收缩 脱离颅骨 引发剧烈的头痛 已经严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 三天后 你会发现全身没力气 眼睛干涩 情绪波动等问题接踵而至 这是因为大脑80%的区域都受到了缺水的影响 四天后 皮肤开始变得干燥 肾脏负担加重 新陈代谢降低 身体甚至可能出现浮肿的情况 这是因为体液滞留导致的 当你连续五天不喝水 身体开始出现呕吐反应 因为此时身体急需水分而不是消化食物 同时 体温调节失效导致发烧 皮肤干裂脱落 必是逐渐模糊 当你连续六天不喝水后 全身机能开始崩溃 你会晕倒 出现永久性的脑损伤 甚至失忆都可能发生 当你不喝水一周后 这已经是普通人所能坚持的极限 即使是最顽强的生命 也难以抵挡缺水的清洗 你的生命开始走向终结